中共外交部长王毅23日晚间 与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视讯 表达希望美方恪守一中原则于美中山公报 并警告美国不要打台湾牌 否则就是在玩火 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表示 台海的和平稳定已经从两岸的关系 那提升到区域的议题 甚至是全球关注的焦点 所以我们要呼吁这个北京当局 这个善进他们作为两岸跟区域 成员我负责任的角色 那台湾的立场很坚定 我们会跟共享民主自由 人权价值理念相近的国家 持续深化合作 在全球战略当中 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强化和台湾的交流合作 把台湾视为共同维护区域和平 稳定的重要的伙伴 民进党举办全国高中职国际知识竞赛 参见党主席的蔡英文出席颁奖 强调台湾会继续走向世界 也因此必须培养更多 具国际观的年轻人才 未来台湾和全球在各方面的合作 不论是经济 国防 教育 文化 或者是气候变迁等议题 都只会更频繁 更紧密 所以我们需要培养出更多 具有丰富国际观的新世代的年轻人 促进台湾和国际的合作 并且让台湾在未来的全球竞争当中 取得先机 蔡英文指出 过去台湾在许多领域 尤其防疫受到世界瞩目 去年经济成长3.1% 并在半导体供应链重组扮演关键角色 台湾逐渐受国际瞩目当下 强化与各国合作 也有助于区域和平稳定 新唐电视胡宗瀚 刘晋英唐的报道